重點就是最後是講到有關那個 錄製聚集部分 不過好像我們沒有實際上錄 只有講 OK 那所以今天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如何錄製啦 其實錄製 有一些地方要特別注意就是你要先彩排過 否則的話你有可能會錄到一些不應該錄的動作 然後影片在這邊連結有OK 然後基本上的話 每一段每一段當然時間 我盡量會控制在10分鐘左右啦 所以如果 大概你的注意力大概10分鐘大概就極限了 所以我盡量就是 那你可以 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不需要從頭聽 你可以針對 你比較不熟的部分 再切到那邊 因為可以快轉嘛 那如果你不熟你可以repeat 如果你有問題 其實每一個影片下方也都可以留言 OK 也可以互動嘛 這邊的話 當然如果你有問題 你直接在 影片下方可以留言 也OK 如果說你 以後 除了上課期間收到影片之外 以後還想要收到 收到影片的通知 那記得什麼 記得那個 記得要訂閱 然後要 點贊 然後要 開啟小鈴鐺之類的 開玩笑吧 其實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啦 OK 那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主要是幫 希望能夠真的幫助各位可以學會這項技能 然後呢 可以學得比較輕鬆 學得愉快 OK 沒有壓力 因為其實這種方式 你還學不會說真的 我也沒辦法 因為 以前為什麼會錄一下 因為每一次 只要上完課 隔一周 每次 同學都會問前一周 一直反覆repeat 每一周又問前幾周問 repeat一直問 我就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因為進入才脫累 所以後來把它錄下來說 你們如果有問題 請你回去看 這個真的好方法 之後再也沒有人 再問 一直問同樣的問題 我說 你有問題 上次不是要講嗎 影片有錄下來 你回去 真的他自己看就會了 OK 他會問的問題 通常都是 我真的沒有講到的部分 OK 這樣是好事啦 不然的話我們 課程 進度當然就會 比較沒有辦法再往前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回到 我們課程 上禮拜最後是講到這邊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上個禮拜這個test OK 最後是用到test這個函數 細節部分怎麼做出來 我想我就不對數 因為上個禮拜影片有 如果你 假如上個禮拜 還是不太清楚這個test函數 那請你回頭再看影片吧 OK 這樣的話 比較不會多 浪費太多 repeat 其實也會佔個時間 另外跟各位講 這個test函數非常重要 甚至非常重要 很多東西 如果你不會用test函數 還真的做不出來 真的很多 很多人問的問題 萬一你只要用test 問題就解決了 比如說 你看到的東西 你要取得 你看到的那個 儲存歌裡面 某部分資料 可是問題 你看到跟你要取得 結果不一樣 那其實用test就好 你把它轉換 成test 文字之後 再透過mid 或laps 或right 你就可以去切割 你要的東西 最常見的就是像什麼 像 日期 有沒有 年月日 十分秒 可是你剛好要 年月日的某部分的資料 的某 某幾個字好了 但是如果你直接去切 你一定會失敗 比如說 舉個例子 像這邊 生日部分 假如說我要多一個 籃位 我要統計什麼 統計我的客戶裡面 那個幾年次的人最多 幾年次 有沒有 統計 所以第一個 你需要一個籃位 叫什麼 他的年次 所以你必須 多一個 所以這邊可以 多一個籃位 也許 當然如果你要做 樞紐分析的話 一定要多那個籃位 如果你沒有那個籃位 你沒辦法做 那也許多一個籃位叫什麼 也許我 這邊叫 年次好了 OK 因為 我們習慣就幾年 不過 在對岸好像叫 什麼 他用西元年 不過不管 反正我就這邊多個年次 多一個籃位 用來做什麼 統計就是說 我的客戶裡面到底哪 哪一些年次的range 是最多的 OK 第一個當然我就產生 這一個 然後並且我用 複製格式吧 把那個 複製過來 那接下來的話我要什麼 我要前兩個字 有沒有 前兩個你想說前兩個很簡單 前面不是要講那個什麼文字類裡面的函數有什麼 有laps 你想說laps就前面 laps就左邊算過來 兩個字 那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他問你說test在哪裡 test在這裡 然後你說lumber charge是幾個字 兩個字 然後你按個確定 可是你會發現 那怎麼這邊29 不是70嗎 為什麼是29 問題就出在什麼了 出在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的 跟它裡面實際上放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實際上它裡面放的是一串數字 也就是放在它的日期裡面 它是29840 46你想說這怎麼來的 其實這個數字 就是基本上它就是記得 跟那個 它的生日 這一天有沒有 跟 1900年的 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也就是1900年 是第1天 1900年1月1號是第1天 然後第2天第3天 一直到 不過它裡面實際上也是用西月年 OK西月年 到那一天為止 就兩萬多天 所以 如果一直往後嘛 反正又加一天加一天 那一天就24小時 所以其實 一個小時就是 1分之1 OK所以它是用這種方式來記錄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抓這個 年四波可以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呢 我們其實就是 透過Test就可以搞定 如果我今天用Test 我要抓什麼 抓這個前兩個字的話 那如果要套用這個Test 你需要 注意兩個動作 那你也許你可以標準化流程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把 現在看到的 這一個 裡面的 看到的樣子 真的 先把它轉換 也就是我第一個要先 把現在看到的部分 真的就把它轉換成那個 文字 怎麼轉換 不是要透過Test來的 所以怎麼轉 第一個特別注意 我再把它先刪掉 我們重來 第一個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真的轉換成現在看到 轉換的話 我需要透過Test 不過你用Test之前 因為它會跟你要 兩個參數 其中一個參數 是Formate Test 那Formate Test 你需要透過什麼呢 一請你在這個生日上面按右鍵 右鍵之後他們有個儲存格格式 OK 接下來的話儲存格格式之後 特別是有個關鍵喔 如果說你以後要配合那個Test的話 請你 你記得一定要自訂 OK 這個時候自訂 裡面會讓你顯示 一串公式 那這一串公式實際上 就是 這一個儲存格背後 它可以把它變成 民國年的 一串公式 那其實我們 不需要特別了解 我們只需要 一 請你把這個 自訂裡面的這一串公式 複製起來 放哪裡呢 其實就放到 那個 Test的 Formate Test就OK 複製OK Step1 Step2的話先取消 然後我再來做什麼 Step2呢就在這邊先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文字函數裡面的Test 這個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的value在哪 你的值 我的值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希望我把這個詞 變成什麼樣的文字 我要變成 記得喔 請你先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把剛剛複製東西貼過來就可以了 請客人注意喔 也就是透過Test他就幫我什麼 幫我把剛剛的 一串數字 格式化之後 變成一串的文字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 真的 變成 你現在看到的文字了 那你真的變成 你看到的 意思是說 你在透過什麼 來切割就一定成功喔 也就一定要做這一件事 因為 我發現很多同學不會Test 真的工作裡面很多東西看到的 跟要 取得的 就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OK 所以這個大家跟各位提一下 那這邊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他就真的變成 你現在看到的喔 OK 所以Test實際上是 幫你把你現在看到的 真的就轉成 這個文字 對這個資料 OK 再來你就再把 把這個Test 不包含等號的公式剪下來 做什麼呢 再插入一次什麼 插入一次剛剛做的Labs 也就是說我剛剛做Labs失敗了喔 那我現在會失敗了 把剛剛 剪下來那一串公式再貼到 他的Test裡面了 OK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看到的 那就是真的是一串文字 那如果我要取得前兩個字 輸入2會不會成功 按確定 這時候就七零了 OK 而且喔 是真的是 七十年 七十年次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現在的七零是文字還是數字呢 對文字喔 怎麼知道 這個時候如果你七零喔 他是靠左對齊 一定是文字 靠右對齊 才是數字喔 所以以後喔 你即便要像我們如果要篩選 假如我全部做完之後對不對 全部OK了 那我如果想知道說 比如說我的客戶裡面 是七十年次的 有幾個 七十年次的 他不 變成幾個啦 我如果說我想把那些資料找出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再透過什麼 年次上面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的時候呢 你上面會出現 這個 一個一個 一個箭導 不過因為呢 我們上面這邊 多一個 多兩列 這兩列 多餘的 其實你可以 不要這兩列 或者的話 篩選會失敗 那也許再篩選 那你可以試 怎麼樣 把它篩選出來 不過 你們現在如果說要篩選 七十年次的話 因為 這個裡面的資料 是文字 它不是數字 所以你不能說 我要七十到七十九 會失敗 所以你可能要多一個動作 再把什麼 再把文字 轉換為 數字 再來篩選 就會成功了 OK 那可以懂的意思 我們先不要先篩選 先等一下再講 不然我怕要講太多 各位消化不了 重點 重點回顧一下 把它back一下 Ctrl Z 然後 第一步特別注意 我要取得年次 當然如果一般習慣是用Labs 會失敗 所以我先做什麼 先在這邊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反正以後你要把它真的轉換成這樣 你就是制定 把這個複製 不管裡面是什麼 你先不用管裡面是什麼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 這一個 Test的什麼呢 Format Test裡面 所以 你就是在這邊插入一個那個Test的 最近使用過 Test 這個Format Test裡面 雙引號先加 兩個 貼到裡面就OK了 剛剛那一串 就反正就貼這個 我剛剛複製 貼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上面value這個 就加這個 它就轉 再來 把這個工作做完之後 這樣Labs 畫面先 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 Test函數 這蠻重要 但我發現 很多同學 對於這個函數不熟的話 當然工作裡面就遇到一些瓶頸 也就是說 你可能就 看到東西 跟你取得的東西 居然是 兩回事 不一樣 當然問題就出在 你 不會 用 Test函數這個問題上面 而且這個問題 因為為什麼特別講的 因為 好像這個詢問度還非常的高 很多同學 常常問的問題 都是因為 他不會用Test函數 如果這個函數會用的話 那你其實基本上 你能 剛剛你那個 取得資料 錯誤的這個問題 也就不會發生了 可視一下 好